今天我们讲中国成语《河浦珠环》的由来,赶快学习起来吧,是以比喻东西施而复得,或人去而复回,出处后汉书巡历传梦长,河浦郡不产古时,而海出珠宝,与交纸比镜,长道观,隔一钱币,求民并立,曾未鱼岁,去珠赴环,百姓皆返其业,岂是河浦珠环仪式表明? 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违背事物发展规律,如果过度开采,必然造成珍珠数量下降,而且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,河浦珠环还与我国推行的退耕环林,退耕环木等措施相似,尊重生态发展规律,维护良好的自然环境。 东汉市,河浦郡沿海盛产珍珠,那里产的珍珠又圆又大,色泽纯正,一直遇满海内外,人们称它为河浦珠。 当地百姓都以采珠为生,以此向邻郡交纸换取粮食,采珠的收益很高,一些官吏就乘机攀赃王法,巧立明目盘托珠民。 为了捞到更多的油水,他们不顾珠蚌的生长规律,以为的叫珠民去捕捞,结果,珠蚌逐渐迁移到临近的胶纸郡内,在河浦能捕捞到的越来越少。 河浦沿海的渔民向来靠采珠为生,很少有人种植稻米,采珠多,收入高,买粮食花些钱不在乎,如今产珠少,收入大量减少。 渔民们连买粮食的钱都没有,不少人因此而饿死。 汉顺帝刘宝祭背后,派了一个名叫孟长的人当和谱太守。 孟长到任后,很快找出了当地渔民没有饭吃的原因,下令革除弊端,废除盘剥的非法规定,并不准渔民烂捕乱彩,以便保护珠蚌的资源。 不到一年,竹望又繁衍起来,和谱又成了盛产珍珠的地方。 和谱珠蚌这个城市却会了。